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10月19日 星期一 這是一個早晨節目 大家早晨 想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中美關係已經是劍拔老張了 現在大陸方面 其實這個情況是十分之緊張 又有疫情問題 又有國家問題 當然也是政治問題 可以說是內憂外患 但是 領導人一向光榮 正確偉大 所以 所有問題 都是由老百姓來承受 剛剛最新的 是深圳市應急管理局 發佈了一個 家庭應急物資儲備建議清單 就問大家 問深圳市民 李家備齊了嗎 這是一個深圳市政府 其中是下一個機關 叫做深圳市應急管理局 出了一個公告 他 叫做 這個局發佈了深圳市家庭應急物資儲備建議清單 指導市民應對災害 建議清單分為基礎斑和擴充板 基礎斑分別是從應急物品 應急工具 應急藥具三個方面 對常見災害和適用所有栽種列出所需的物品 擴充板 是 所有 栽種為考量 列出食品 生活用品 應急物品 應急工具 貴重物品及文件資料等方面 準備的物品清單 深圳市應急管理局表示 基礎斑強烈推薦 擴充板 著情儲備 李家 究竟有甚麼呢 好了 我讀一讀基礎版給大家聽 好了 應急物品 分為多少樣東西呢 14樣東西 好了 應急物品 其實就是6樣 我讀一讀給大家聽 麥品名稱 多功能應用手電筒 用途 用於緊急照明 緊急扣救 可對手機充電 多功能 可能連充電設備 FM自動搜台 具備手搖發電 收音機 警報觸發等功能 應準備 足夠的備用電池 這個就是手電筒 當然有 可能有這樣的產品 也有那麼多功能 也有電台 也有充電 也可以 手機發電 收音機 警報觸發器 警報觸發器 SOS 準備足夠的備用電池 即是入筆心電 第二就是救生哨 建議選擇可推出高頻求救訊號 用於敷舊 第三就是毛巾 紙巾 濕紙巾 用於個人清潔維生 這個很簡單 第四就是壓縮餅乾 糖果 水 是礦泉水 滿足一家人72小時的熱量與營養需求 即是預載三天 沒有人救你 第五 歌多功能乳衣 背包連體乳衣 地席 簡易帳篷 用作防風防雨 地老多功能組合剪刀 有刀具 螺絲刀 鋼鉗等組合功能 香港人如果持有 就會被告藏鞋 以及有攻擊性武器 如果你撞到一個蘇文龍法官 就會判你坐牢半年 應急工具 第七至十一有五種 應急工具是什麼呢 剛才的應用物品現在應急工具 逃生軟梯 適用較低流程 逃生使用 呼吸面罩 消防過濾式自救呼吸器 用於火災逃生使用 如果你在香港持有 面對蘇文龍法官 也有機會判三個月 煙霧報警器 用於煙霧警示 撒陣滅火器 用於救災火災 如果蘇文龍判一年 滅火器可以成為殺人武器 他覺得你一定是心懷不軌的 如果擁有的話 滅火箭 可用於撲滅 油窩火等 起隔離熱源及火焰作用 或披覆在身上逃生 這個是屬於 火災的 好了 應急藥具有三種 常用醫藥品 抗感染 抗感冒 抗複射類 非處方藥 少量 放鼠 降溫藥品 第十三 醫用材料 創可貼 沙布崩帶 顛服 麵棒 麵棒 用於消毒殺菌以及外傷包疾的醫用材料 第十四 最後一樣 急救包 用於收 納藥品 醫用材料 其實 罩瓦一看 建議你家裡儲存了這些 然後還有擴充版 大家要看 擴充版 分為 12345 五大類 重量跟大家說 第一件事 當然是食品 食品分為三種 餅乾 乾脆麵 糖果 巧克力 巧克力 第二就是無需加熱可食用的食品 罐頭 用於滿足災害期間的生存需求 第三是維生素補充劑 維他命C 維他命D 食品 食品分為 特殊人群 第四 嬰兒奶粉 兒童特殊食品 老年人特殊食品 以及 其他高血壓 高血糖患者的食品 這些用於高幼兒 嬰兒老人 或者有特殊 或者長期病患的營養需求 這個是食品的方面 然後 就是生活用品 生活用品多些 第七項 洗手用品 七八九也是一樣的 毛巾 牙刷套裝 瘦口水 洗髮水 頭髮乾洗劑 香皂 手動剃 剃刀 剃刀 然後 然後 就是特殊人群 有很多種 印婦用品 衛生棉 紮髮圈 髮箍 成人 指尿片 小型吸引器 用於老年人 可能是吸尿 軟程智能體溫貼 被用假牙清洗劑 被用助聽器電池 其他護理用品 奶粉瓶 瓶套裝 嬰兒背帶 尿不濕 兒童圖書 玩具 浴巾 清潔棉 特殊肉 疾病用品 心臟病烤喘藥等 然後應急物品 就由30 到36 30是收納包 索膠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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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32是碎袋 33是應急尿袋 34是隱形眼鏡和眼液水 35是拒溫劑 36是消毒液 漂白液等 然後逃生工具 有緩降器 這個大家要聽著 用於較高樓層逃生自舊 38是救生衣 用於水面漂浮自舊 39是車載安全取 在車內受困 拿取來作爛玻璃逃生 然後 41、42就是 智能呼吸器掌上120 然後手搖 變攜式收音機 備用電池 要聽廣播信息 照收廣播通知 42就是反光衣 醒目的顏色 反光衣也是如果你在香港持有 又會遇到蘇文龍法官 有機會坐三個月 索戴也坐半年了 反光衣就是坐三個月 然後生存救助工具 他要求你 首搖變攜式手電筒 備用電池 用於照明 起重器 叫軍 香港被人抓到 至少坐一年 起重器叫軍 45就是無尖 46是打火機 防風 防水 火柴 擁有這個火柴和火柴 也會判半年 47就是長命蠟燭 蠟燭可以用來中火 也是會坐一年 然後醫用急救工具 逐個讀 就是 AED半自動體外除戰器 這是甚麼 心肺復甦器 抗菌軟膏 醫用彈性崩帶 三角崩帶 紫血帶 壓 膜帶 膠剪 醫用橡膠手套 醫用膠帶 棉花球 家庭成員的訊息資料 身份證 戶口保 社保卡 機動車駕駛證 出生證 戶照 結婚證 重要財物 就是適量現金 銀行卡 存接 銀行使用 房屋使用權 證書 股票債券 有沒有人 把股票債券放在家裡 備用鎖匙 住宅或車輛 求助卡片 護照 其他物品 就是當地防災的地圖 斷電斷網情況下 用於緊急逃生避險 70 是家長 家庭緊急聯絡票 電話聯繫 71是保險單 保險單 我已經保留了 保險到底是賠不賠的 既然作為長生避險 家庭應急卡片 建議政府家庭或成員照片 血刑 常見疾病及情況 反面是付家庭主旨 家屬聯繫方式 應急部門聯繫電話和 緊急聯絡人聯繫方式 我們也讀了這麼久了 究竟是想表達甚麼呢 現在這個情況 上面有朋友就說 現在上面就說 積極備戰 原因就是 他們 要求大家準備一些 隨時有機會遇到兇襲 例如 整座大廈 遇到敵人兇襲的時候 炸到爛了 像是阿勒婆 好像是阿勒婆 又或者 好像是大馬士格 班加西 班加西其實沒有甚麼兇襲的 最重要都是以敘利亞為主 被人兇襲 樓房變成退換敗牙 被困牙力 所以要自救 所以 現在深圳 發掘這個訊息 好像是 準備美國會來轟炸 剛才我第一時間看到保險這回事 如果我想跟大家說 如果你是 有買保險的 對不起 這個屬於戰爭 戰爭是沒得配的 所以你不需要準備保險 可以少一份 其實香港的朋友也是一樣 坦白說 如果深圳需要 為什麼香港不需要 香港和深圳現在 是同一個地方來的 你也不是特區 你已經沒有了 一國兩制 你已經是中國一個普通城市 而且 你有駐軍 你有解放軍駐軍 你還拒絕台灣軍機進入 你是一個戰爭狀態之下 你是一個軍事單位 你是一個 擁有軍事能力的單位 你是一個軍事的基地 軍事基地自然是有機會轟炸的 深圳的軍營在銅駱 以前叫二線關銅駱軍營 現在沒有了 現在應該不是的 不知道是不是 撤出了還是搬走了 還是還在 但是 跟深圳市區差很遠的 所以 深圳市遭受到轟炸的機會 是比香港小的 如果深圳 都需要 準備這些東西 香港每人都需要 每人都需要 每人都需要 又會遇上一個問題 就是你會觸犯國安法 因為剛才你擁有那些鎚 鎚 剪刀 崩帶 紗布 有機會是被控管有一個危險品 或者可以用作犯罪用途的物品 甚至乎是被控襲警 避控暴動 遇到蘇文龍法官 你一定判半年以上 很多人都有份的 譬如鄭幾航 如果遇到鄭幾航 也有機會判一年 不用審的 其他還有很多 慶祝難書 太多法官 你遇到彭保琴 不用 一定會坐牢 所以 所以香港是不用準備的 你要準備的 是一本護照 是離開 原因就是 如果深圳受到轟炸 香港是不能走的 因為香港是有軍事設施的 所以 我們也提醒大家 你如果是對深圳這個消息 有感覺的話 你其實應該離開香港 因為 香港比深圳更危險 很多很多很多 這一節我們先說到這裏 拜拜